每年端午节期间在广东佛山的九江镇都要举办龙州赛 紧张刺激的龙州赛让现场观众大爆眼福 不过您知道当地由传统古法手工制作的龙州究竟是如何来保存的吗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了解 这里是广东佛山的九江镇 每到端午节期间呢 华龙州就是这里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 九江全镇拥有龙州600多条 而通过古法纯手工制造的呢 就达到了100多条 百年以上的老龙呢也有不少 那么百年老龙是如何保存至今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那么在正式的龙州比赛之前呢 一向必不可少的仪式就是启龙 龙州主要采用一种叫做昆殿木的木材制作而成 因昆殿木既怕风吹日晒 所以每年划搬龙州之后 人们会将龙船深埋于水下的河泥之下 这便是藏龙 在进行简单的准备环节之后 村民就开始正式下水 在河里驯龙州 陶泥沙 摇泥江 众人和立将龙船出水 用河水清洗干净龙船后 然后按习俗 依次装上龙船头 船头旗 龙牌等装饰物 之后就可以打鸣鼓 放鞭炮了 一时间 锣鼓声鞭炮声齐鸣 讲手们一边呐喊 一边奋力划起龙船 在河出上游龙 吸引村民游人争相观看 起龙之后 为了犒劳大家 龙舟饭那就必不可少了 据介绍 龙舟饭最早主要是给划龙舟的人吃的 让他们吃了划船特别有力气 后来 慢慢所有的来宾观众等也一起吃 如今已演变成一种龙舟赛前的仪式 寄予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和期盼